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点下到了 那么最后呢收盘指数下跌了 72点收盘指数是17318点 跌幅0.41% 成交金额放大到5349亿元 当这个跟最后一盘的时候呢 因为富士罗素指数呢 他这个全值全重生效 所以呢最后一盘成交了700亿是有关系的 而OTC呢上涨了0.53点 收盘指数是209.91点 涨幅0.25% 成交金额是924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 何金成健大哥 今天大哥当然这个台北股市啊 在上个礼拜四还算是强劲 但是呢到了上个礼拜五 因为全球金融市场开始 觉得好像情势不妙 因此在上个礼拜五呢 那么尤其欧洲市场反映的是特别多 到了上个礼拜五呢 美股晚上台北时间的晚上呢 美股呢大跌 我们看到台指期的台指期呢 也大跌了209点 所以今天应该会开低 开低之后要如何的来看待 好的在这个部分来讲呢 我们在这个凤鑫小姐刚刚有讲到 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收在最高 上个礼拜五刚好收在最低啊 两个走势是不太一样的 那最主要的涨了比较多的成交比重呢 差不多接近五成的就是在 这个航运列股 航运列股的部分呢分两个 一个呢就是散装轮 一个是在这个货柜轮 那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是散装轮强于货柜轮 货柜轮最主要因为 长龙海运的话被关紧币的关系呢 就是这样子 那从盘面上来讲从美国股市的走势上来讲 他的大家要注意的是他的道琼 已经短期头部好像看样子 好像走出来了 那当然道琼原来是强于NASDA 跟费城半导体 但是呢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道琼是弱于这个费城半导体 跟这个NASDA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大家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这中间的变化 尤其是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在FOMC的这个会议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得到美元指数的迅速拉升 起来到90 我们看一下92.32 那未来你就看美元指数 是不是持续在走强 那持续在走强的时候呢 升息他已经第一次他讲说到 明年底要升两次嘛 已经给你讲升两次 就18个月升两次 现在又慢慢调调调调调 说说到这个可能要提早提早升息 但是回过头我去看一下 升息是抑制通膨嘛 但是我看最近的很多的农产品 包含原物料都是大跌啊 那怎么样抑制通膨 所以这个部分呢 这要去注意一下 他们都是大跌啊 铜啊 这个其他的商品都是大跌 包含钢铁都是跌啊 你看美钢也是跌 美铝也是跌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会不会也会有一点交叉的 一个相互的一个作用 你讲说要抑制通膨 当然你是用一个多月前的 那个数字来看 但是这一个多月跌的蛮惨的啊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大家回过头也要去注意一下中间的变化 反而呢 我发现一件事 刚刚凤鑫小姐有讲 原物料跌的啊 比那个电子股跌的多 对 理论上来讲通膨原物料要涨啊 对 对不对 他怎么中错 他不是小跌 是中错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那会不会 你看的是 一个多月以前的数字要升息 那经过两个月以后呢 那原物料跌回今年初的低点了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又不要这样 不要升息了 所以现在来讲 还在涨的就是 就是这个运价 就还有运价 运价有其他很多不同的因素在 那 比如说 中国到了盐田港的事情 然后前 前两天又 上海又 又有火灾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讲呢 你交叉去注意一下 那我倒认为 今天如果以那种气势这样往上走 那原物料的股票呢 而不是 我是说 航运类股的股票呢 就不要再过度的去追它 因为 散装轮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看散装轮的数字呢 它获利的数字是没有起来的 比如说涨很多的 像什么2641的 2641的这一个政德 它连涨五根停板 5608的四维王涨五根停板 但是它公布四月获利的时候 就是 认真讲就是 比它的股价根本不是不能比的 它纯粹是靠筹码 拉升上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它公布四维王的 那个获利 三月份是0.09 那这种数字认真讲 如果换我来讲 是烂 以句话来讲 那政德是0.08 这也是烂啊 那也就是说跟一月份并没有 跟第一季并没有成长很多 纯粹就是本土的资金 环境行业内股差得多 那这个散装轮也会是这样 但人家行业内股是真的拿出 获利的数据出来 那你散装轮没有获利的数据 你只能用技术面来讲 也就是说你很简单 你这些股票就是礼拜五的低点 就不能再跌破了 那你的停损停利点是这样 就是以操作面的角度上来看是这样 所以您觉得原物料这一波的大修正 那么所以散装轮其实能够撑墙的机会不多 对不对 现在的部分是这样子 散装轮他基本上运的就是 运的就是这个 大宗原物料 还有原物料 还有这农产品 那农产品叠原物料叠水光沙叠 那他能大涨到哪里去 这是一个 那你说货贵轮是这里也塞港 那里塞港 那里塞港那很多问题 而且他的那个运价指数 是不断的往上做飙升 那他的状况也是有点不同的 那这个部分 这个有的时候也不能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这样把它并在一起看 那这个部分也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那散装人不能碰的话 那货贵轮呢 不是他飙太多了 他飙的已经脱离他 你说货贵轮的话 因为他获利本益比很低 他本益比今年大概都不到五倍 那散装人 里面事业给我看看 事业怎么那么烂 那再来就看五月嘛 你五月是不是有 有获利有没有跳起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去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 这个是在上个礼拜 四礼拜五 还是人气指标当中的航运 那至于传产其他的部分 看起来 这一个金人大哥 你是觉得可能都要小心注意了 因为你一开始就提到了 其实道琼过去这一个月 是非常弱势的 这个月其实礼拜五是破颈线的嘛 大家那个技术渐息是 小朋友都会看的 不需要我来讲 那个颈线就已经是跌破了 那如果是我刚刚讲到 这样的部分 而散装轮很重要的 一个铁矿砂的这个部分 你看我们中刚没有涨啊 中刚没有再涨了啊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讲 我倒觉得说因为股票 现在股票不一定是基本面好才会涨啊 现在基本面烂也会涨 因为烂到可以也会涨嘛 烂到可以就筹码都被收走了 散户一张都没有嘛 那一张都没有就奇迹自来了嘛 就是变成是这样啊 好这个是在传产的部分 对 接下来其实我们就要讲 所以在货柜人跟散装人 你最多就觉得说货柜人收 要以礼拜五 我也不 因为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会变化 我们就用筹码来讲 礼拜五的低点都不要跌破 礼拜五的低点不要跌破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最重要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电子股当中 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先讲一下台积电 因为摩根斯坦利 摩根斯坦利呢 开了第一枪 那么调降了对于台积电的股价的平等 而且呢 把他的价位往下调整了 那他有很多理由 他认为说你现在这种超过五奈米的先进制程 其实你的资本支出呢 比重太高了 虽然你的价格可以卖的比较贵 但是你的毛利率是就没有办法 长期的维持在50%了 这是摩根斯坦利呢 上个礼拜所提出来的 20页的这个报告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台积电 以及后续的半导体相关的投资 这个部分是这样的 你毛利率没办法那么高 最主要是因为他买的设备都很贵嘛 资本支出很高嘛 那最主要的这个部分是这样 这样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有一个坏啦 因为是这样的 你在讲他的毛利率因为资本支出的关系 所以说会拉下他的毛利率 但是你要去想别人要切入的门槛很高嘛 你要买 你要一动辄都是几百亿 这样来切 那你就等于是后无追兵嘛 大概就是我们有的就是韩国而已嘛 那那英特尔的部分呢 还是看看就可以嘛 他毕竟政府有一些补贴给他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是他基本上来讲 他就没有什么追兵 那他最主要毛利率的下降 是来自于他资本支出太贵 他摊提的连分 他没办法拉着台湾提的连分多嘛 还是还是摊提是这样 所以他他的资本支出的摊提的部分 被他的毛利率有一点影响 但是就台积电来讲 他公布出来的 他上一季公布出来的获利是129亿到132亿美金嘛 那如果说他都维持不变 以前Morlis在的时候 他公布出来的这个财报 公布出来的准确度大概99% 那这样如果以这样来讲 就是第六月份的营收台积电 势必是历史新高 那所以这个地方我倒看看 国内的一个状况 因为现在台积电是国内卖的比国外多啊 不是国外卖的多 其实外资的部分在礼拜五是买超的啦 我们的这个投信也是卖超 卖3460张的 所以我还有我们的基金也在卖 也在卖台积电 所以关键台积电的问题是在于 国内的卖超而不是在外资 外资其实这个六月中以后 就没有在卖台积电了嘛 所以这个部分以他营收来讲 他六月份的营收 如果以他的上一次的法说来讲 是正确的话 他势必就是历史新高嘛 最低标是1337亿 最高标是1420亿嘛 都是历史新高 那如果来台积电是历史新高 其实对半导体来讲 你回过头去看一下台积电的相关的 你看3374的精彩 你看3661的3374的精彩 对没对 3661的世新 他其实他们的股价都没有比台积电 其他的还差嘛 所以关键的这个部分 电子股的 我们再来要去注意 那个传财股 我们讲完了 传财股你就设 那个停损停损停利点就好了 那我们看的 再来的部分就两个 一个就IP 一个就投信嘛 你去看一下IP的个股来讲 我们看最龙头的3529的力旺 力旺已经冲到1270块 是历史新高了 所以你怎么会认为半导体是死俏俏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回来呢 请教金城大哥刚刚提到的 一个是IP 另外一个是 怎么跟着投信走 对不对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问现场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一台北股市的分析 在我们线上的呢 是风云头库资深分析师 何金城健大哥 健大哥我们刚刚先提到了 细制裁 我们先把细制裁 因为刚刚讲到半导体 半导体最最最最最上游 其实就是细制裁 也就是IP 对对没错 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这个细制裁的行情 都没有走完 对我们是这样讲 细制裁是我们电子股里面 它比IC设计的本益比 还高的很多嘛 对那我们很简单的去 你去看一个东西嘛 我们看立望 立望礼拜五的收盘 是1245块嘛 1245块 然后它去年的获利呢 是9.55起来 就算了 就当10块好了 那10块它将本益比多少钱 100多倍啊 那今年好了 今年就一般来讲 今年获利就好一点好了 就当它是60倍 那本益比是60倍 那而且它也创历史新高 那立望IP的部分呢 就创了历史新高 那立望的部分 立望还有跟一家 结盟叫 叫金星科 金星科是莲花科的子公司嘛 那金星科的部分呢 第一季赚6毛5 6毛5 我稍微练一下 6毛5 现在股价541 对吧 那去年它赚多少钱 我只是 我只是讲去年赚8毛2 你这本益比怎么算啊 谁的本益比都没办法比他比 那如果电子股有本益比 这么高的冲在前面 在创新高 你怎么认为未来电子股 会一点行情都没有 我不认为是 尤其半导体的部分 那半导体 如果你把台积电降下去 那IP应该要降下来啊 是不是 理论上是这样 因为半导体是核心 这个金元代工 上面是IP嘛 那再来是细经元 细经元也在涨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倒觉得说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以IP这样来讲 那最起码的部分 这IP扣除两档 大概比较有争议性的 就是跟中国有牵连 比较多的3661的 的世心 其实他已经把底部 也都打好了 3227的那个 3228 328 对3228 328的那个 那个经理科 他已经跌到162 162 现在又涨到417啦 他又涨起来 所以在IP的类股里面呢 你倒可以去注意一下 跟台积电相关的 就是创意 还有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世心 那世心说有跟 中 跟美国去申请 是不是 他跟那个 那个大陆的客户 能不能有一些解禁 但是大陆的客户呢 灰腾CPU是No.1的 我觉得难度是有一点 因为灰腾本来就是 供应 供应这个 这个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 超级电脑的CPU嘛 所以 所以中国要放这一块 是比较困难的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所以您觉得 除了世心跟经历科 先不要碰之外 其他的 这一些IP个股是OK的 对 跟台积电相创意 你又可以注意 那像M3E 还有其实最近 还动了一个 以前法人都 不喜欢的 那个威胜集团的威胜 那法人不是买威胜 法人最近是买了 他的儿子 叫6756的 那个 这个叫做 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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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投去买了四天了 他已经股价飙了 四根涨停了 那所以你这个时候 回过头最被低估 其实台湾最被低估的 IP股 我一直认为是威胜 威胜在礼拜五 投进也买了第一天 我也觉得 怎么是这样 所以你去注意一下 为什么 第一个 我把那个基本面练一下 那你各自都要 每一个都要设他的停损 停利点 第一个 金星科第一季赚多少钱 65 0.65 他股价541 创意赚2块3 所以我才说创意是跟台积电是比较 所以你觉得创意会比金星科好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会有一点机会 因为台积电压抑嘛 所以就把创意给压了 他才4100 那最近有M31 M31前一阵子是因为 他的董事长过世了嘛 所以他闷了一阵子 最近又起来了 他1块7毛9 400多块 那金星科是1块3毛8 400多块 现在看的是 1两块钱的都是 4500块 那威胜 第一季大家 大家是眼睛也是瞎了 也不看嘛 对不对 他第一季3块3毛8 3块3毛8 对 而且3块3毛8 他去年是有卖IP 去年9块多 他已经好几年 不知道几年没有配息了 他去年有配息 3块3毛8 52块1啊 而且他现在最大的利基 我稍微讲完 我们就来看投信任两股 他最大的利基不是这一个 最大利基 你看他的获利 第一个很便宜嘛 第二个 投信已经开始买他的儿子 叫做威风 威风4000 4000涨停 这已经是 也不比那个行业股差了 那他有 持有中国第二大CPU厂 第二大CPU厂 就是上海造星 上海造星要挂牌 上海造星它持有那一个的价值 那以后等挂牌再讲 因为我当然知道 它现在价值多少 但是没有挂牌 我们不要去猜测它 但是它挂牌以后的股价 你可以看得到 它会直线 一路一直飙上去 因为最近中国大陆 很多SIC的股票 半逃底股票都标得一塌糊涂 连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相关的 像造益创新 也创了 创了今年 今年也创了 今年 就是它股价也创了 今年的高点 所以 这个部分 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部分 像 我们最近有一档股票在涨 涨得很凶 大家涨到莫名其妙 对不对 叫3707的汉泥 它是SIC 我们以前讲过SIC 第三代半老体还记得吧 我还讲过6182 碳化系 对 碳化系 中国碳化系的股票 像入效科技 这一个也涨一倍 所以 在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它就被它带着一起来 那所以你自己去 研究一下说 一路威胜 威胜的部分 我认为它最大的利基 不是 6756这个部分 最大的利基是 它持有 中国第二大CTU厂 这个 这个叫做 这个叫上海造星 那 的股份 我觉得那个 未来挂牌以后 因为它不是持有很多 14点多吧 但是它就可以卖 这个部分可以注意 再来讲到 投信任养 投信任养 刚刚我已经讲到 那个 我们教过大家怎么看 买第一天 你第一天 一定收完盘才会看 你不盘中就知道了 那你第二天就追进去 你就拼了 如果你现在 因为大家现在都走这一套 那你拼进去以后 你就以第一天的低点为停损点 我就以刚刚的 我用几档股票来当做例子好了 以这个威风来讲 威风它买第一天 是6月15号 那你第二天最近 就追到涨停板了 那第二天追到涨停板 就以那一天的低点 当做停损 叫291.5 你看你最近去以后 你后面有两根停板 好 3707也是标准 3707的时候 当时开始买的时候 投信开始买的时候 大概就在 后面才开始连续买的时候 就在 好了 我们就拿最近的好了 大概五六十块 那现在八十几块 天天买 然后6182的合金 也是这样嘛 还有我们来看一下 顺德也是这样 2351的顺德 也是这样嘛 2351的顺德 我们看最近连买的时候 第一天买进去 那一天也是 6月10号 92块1 那那一天最低点912 第二天你把它追进去 第二天最低点927 你没有被扫到吧 现在100多了 那3374精彩也是这样 我就举这个例子 就是你要去选的 就第一天啦 未来因为投信 最近有在换股嘛 那投信 在买精彩第一天的时候 买是6月8号 155块那一天 那现在已经181了 所以我们把它讲的细一点 就是不是说投信 这个长期买的 不是 是他可能 6月份才买的 6月份 然后而且呢 他开始买 就是说他不是买了 三天四天你才追 是他转为买的第一天 你就反正先跟进 第一天下午 第一天当做停存点 你第一天你拿到了 投信买超的这个个股 然后你第一天就看 看完了之后呢 你第二天买进 对不对 第二天你也许会追到高点 对 刚刚举的例子当中 像威风 第二天追进去 会追到涨停板 那没关系 你就以那一天的低点 作为你的停存点 对 那你这样子 那一天的低点 大概其实只有两三% 三四%而已 那之后如果跌破 当天的低点的话 我们就认了退 就认了 因为这可能不是投信 要长期认养的 对 那可是如果说 你追第二天 他之后也许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一直上去的话 你至少不会错过 这个行情 你就设停利点 你就你如果怕 你怕他缓转下来 你就第二天 你又赚涨停 你就以那一天低点 当停存点 然后6月18号 你又以那一天的低点 当作停存点 就在停利点 这个叫停利点 你已经获利了 叫停利点 你这样就不怕说 我到底他转下来 是真的还假的 你就不用这样去想 OK 所以你回过头去 其实这种方法 你去看3707也是这样 那个汉里也是这样 汉里都不会一直跌破 他前面的低点 就这样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你去跟投信 你要跟得紧的话呢 你其实就是他 开始买超的第一天 之后你拿到了 看到了资料 因为这是公开资讯嘛 对不对 对公开公开 对那第二天 反正你就先跟 跟了之后 当天的低点 你就先设你的停存点 你也可以先设定 跌破了 你就先say bye bye 对 因为你不会 你不会一次只有一档嘛 你可能选择两三家 三四家 对不对 那你的跟进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原则上这个 这个胜率还蛮高的 对对对对新买超的股票是这样 还有一种胜率蛮高的 就是被警示股 那个那个很难很难 我很难教你 因为你还要去算说 他说几天 说在哪里的时候 不会再被从五天到十 到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那个那个就比较难算 那就我就没办法在这里 教大家 我就是投信 不过因为既然讲到投信任养 新任养 新的新任养 六月份才买的 但是因为很快就到六月底了 我们现在不确定说 投信到底是会 做账呢 还是会结账 会不会互相卖对方的股票 一般一般会的 就是你买很久的 就是我有你有他有 那我可能 我可能只有五百张 你可能有五千张 那我把你扎下去 你的我五百张扎下去 你扎下去 跌很深的时候 你的绩效就差了 所以一定要买新任养 就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 就任养会被结账 就任养会被结账 那新任养 所以我才讲说 那个六月份 以六月份为重要的参考 当然还有一件事 当然如果这些新任养 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外资也买 那更好了 或是他的营收 通常都会有个大趋势 对对 营收又创新高了 那也很好 融资又再减了就更好 这有个东西 你就自己加进去 加进去 我刚刚只能讲到 一个简单的方法 没办法给你加三四个条件 那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你可能新买超了有十档 那十档里面怎么去筛减 就是外资也有买的 就是先挑出来 投信 那个融资再减的 再挑出来 那营收又创高了 这些方法呢 是提供给大家 其实就会受用无穷 非常谢谢金城大哥 大家留意